说到丰田的ECV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销量极好的汉兰达 全新汉兰达自2015上市以来 已有三年的时间 对于顺其发明的汽车市场来说 想要在三年内保持一上市的销售 已经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了 但对于汉兰达来说 简直是小菜一碟 三年后的今天 有的地方仍然要排队购买汉兰达 很多人都会认为 汉兰达的销售业绩这么好 它一定就是丰田旗下最好的ECV了吧 其实不然 丰田旗下最好的ECV里有他车 这款车便是丰田的哈瑞尔 大多数国人都没有听说过丰田的这款ECV 因为这款车一直都没有引进中国 希望国内证明度不高 但也不能掩盖它作为丰田旗下质量 最好的ECV车型的设施 丰田哈瑞尔的外观设计较有特色 新墓式的上隔山设计具有动感 大尺寸的下隔山与两侧之间行车灯 可些统一 微步造型越好稳重 丰田哈瑞尔车身线条流畅 时尚而具有动感 丰田哈瑞尔中年代是简约 大尺寸的液晶显示屏 重用它皮质包裹材质 对于材质厚重而舒适 在给人简洁直观观感的同时 右肩具有质感和科技感 动力方面 丰田哈瑞尔有2.0升和2.5升两管动力可以选择 动力表现方面 哈瑞尔还是较为优秀的 配置方面 丰田哈瑞尔配备了一系列实用的辅助配置 入行汽车的防装预警系统 车身电磁稳定系统等 丰田哈瑞尔的车标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丰田车标 其车标是指飞鹰状 0.268气十足 丰田哈瑞尔的国内售价约在16万左右 其价格定位均低于汉兰达 震撼丰田旗下的质量最好的 也就是因为吸引你了吗